欢迎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句 重生巴林 媳妇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军演讲故事 由殷君儿育文化传媒与阿里文学联合出品 第165集 几近四里 夏子玉砰砰跳的心慢慢缓和 惊鸿一瞥之下 夏小兰好像更漂亮了 不仅是穿衣打扮焕然一新 更有股说不出的味道 不是说夏小兰撞墙自杀 额头有个洞吗 刚才打眼一看 倒是光洁饱满 连一个印子都没有 紫月 我去给你端碗水 你在这里歇一歇 王建华满腹心事的样子 让夏子玉心里也憋得要命 冷静下来 他发现自己犯了个严重的错误 见到夏小兰 不应该避而不见 一个人的性格 总不会一息大变 刚才他应该挽着王建华的手 大方上前和夏小兰打招呼 夏小兰心眼小 脾气大 只要稍微撩拨几句 就能让夏小兰当场爆发 夏小兰每作一次 在王建华心里就减一分 而他只要和夏小兰表现出截然相反的温柔大方 就能让王建华更体会到他和夏小兰的不同 一直都是这样做的 效果也很不错 就在刚才烧完香的时候 夏子玉甚至有种错觉 王建华要和他求婚 如果夏小兰没出现就好了 就算要出现 也不是这种时机 也不该是如此光鲜好看的形象 夏子玉咬着唇 现在再和夏小兰偶遇 好像设气势 刚才 夏小兰有看到他和王建华吗 相客那么多 或许夏小兰没有看见 不能让夏小兰在夏家以外的地方逍遥畅快 不是夏家的人 夏家就管不到他头上 以夏小兰的成绩 七月份的高考 考上大学的几率几乎是百分百 除非有什么人力不可抗拒的意外因素 比如夏小兰考试时发挥失常 或者她就干脆不能参加高考呢 谁都能成功 唯独夏小兰的成功让她忌惮 因为她现在所拥有的就是从夏小兰那里偷来的 没有她横插一杠 王建华肯定和夏小兰在一起了 夏子玉能对别人宽容 却要对唐妹苛刻 她看见王建华端着一碗水回来 唇边绽放一个温柔至极的笑 建华 你对我真好 王建华愣了愣 她对夏子玉好吗 是夏子玉付出的更多一点 她一开始甚至很抗拒这段关系 夏子玉问她该怎么办 她只是必须要对夏子玉负责罢了 夏子玉就说那两人算是在处对相不 王建华点头同意 夏子玉就真的用恋人的态度来对待她 而王建华更多的是被动接受 在这段关系里付出的特别少 这样一想 王建华又有点愧疚 这愧疚让她觉得 自己刚才的想法很卑劣 她等夏子玉把水喝完 才吞吞吐吐的 自愈 我刚才好像看到小兰也来了白西四 王建华见夏子玉脸上 有诧异也有惊喜 这些情绪又在极短的时间内变成忐忑 那 那我们要不要见见她 白西四的香火 是两年前才重新鼎盛起来 夏小兰本身是个没信仰的人 哪怕经历了重生这样匪夷所思的事 她也坚信 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上的 无力改变现实的人 才会将信仰和希望 寄托在虚无的神佛上 李凤梅和刘芬也不见得多信这些 不过是隋大流烧住香 陈大嫂就很信 不仅烧了香 还往功德香里丢了钱 不用说出来 她求的肯定是陈庆 顺利考上大学 陈庆被她妈妈 这样封建迷信的举动 搞得有点尴尬 求神拜佛就能考上大学的话 全国的寺庙都要被香客挤包了 上了香就要下山了 两个年轻男女从寺里挤出来 女的是浓眉大眼 男的高大英俊 牵着手走过来 很是般配 但女的看上去快哭出来 颤着音叫了声 小兰 一是说不出话来 男的拍拍她的背 两个人的行为 把陈庆搞得一头雾水 啊 咋回事呀 这是 认识小兰吗 刘家和夏家虽然曾是殷亲 可李凤梅和夏家人接触不多 后来夏子玉在县里面上学 李凤梅连夏小兰这个外甥女儿 见的次数都不多 何况是夏小兰的唐姐 不过 李凤梅认识张翠嘛 夏子玉和张翠长得有几分像 也兼顾了夏家人的长相特点 夏小兰还没说话 李凤梅就发飙了 大过年把一张死人脸给谁看啊 家里有人死了是不是 要哭不哭的丧气 李凤梅的话发自内心 要早知道来白溪寺会碰见夏家的臭狗屎 他们不如一家子待在屋里烤火 来庙会的高兴 见到丧气鬼夏家人也都荡然无存 王建华的眉头皱了皱 这女人说话好难听啊 乡下女人的粗鄙和刻薄 展露无遗 尽管在大河村待了好几年 王建华还是不适应 哟 这两人还真的跑来打招呼了 这就是夏紫玉啊 咋说呢 和夏小兰想的有点一样 也有点不一样 夏小兰不是说她长得丑 挺朴实端庄的长相 为啥有股违和的扭泥造作感呢 夏小兰还以为自己才是重生来当白莲花的 毕竟顶着一张郁语还修的脸 皱皱眉头都很是惹人怜爱 此刻她意识到自己错了 因为她的路已经被堂姐夏紫玉给走了 舅妈的讽刺更衬得夏紫玉的可怜和无辜 为了堂姐夫一脸谴责控诉 都快化为实质 夏小兰有点拿不准王建华打不打女人 毕竟记忆中对王建华的理解 也只是王建华愿意展现出来给她看的一面 年轻男女在热恋之初 为本能掩饰自己的缺点 察觉到陈大嫂一脸八卦 夏小兰果断对陈庆说道 这是我堂姐 我看她有话对我说 要不你和沈娘帮忙带涛涛 去刚才那个转唐人的堂位上玩一玩 陈庆的目光也发生了变化 她对夏家人印象深刻呀 夏大军和刘芬离婚 陈庆也在场 夏小兰的大伯娘和三婶都很讨厌 更无语的是小兰的堂妹 啊 这样忽然冒出来的堂姐 只怕也不是杀好东西 陈庆的判断标准很朴素 就是帮亲不帮礼 她是不想走的 但她又是善解人意的 她妈妈的八卦表情也叫陈庆不得不走 陈大嫂走得很不舍 陈庆想的是 嗯 这么近 小兰她们四个人 对上两个人 咋说也吃不了亏 四逼这种事 让小孩子看见了影响多不好 夏小兰觉得 自己体内的战斗因子在燃烧 在沸腾 也在愤怒 愤怒应该是属于原主的情绪 眼前的男女 和原主的撞墙自杀 脱不了关系 夏紫月 你在这里叫住我 是要向我道歉吗